大臣教里面告诉我们 放下支柱 六道就没有了 这六道是假的 你醒过来了 六道做梦 梦里明明有六曲 绝后空空不打钱 勇家禅师正道歌上说的 六道从哪里来的 从执着来的 见识烦恼 你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换句话说 你对于一些话看错了 想错了 六道就出现了 六道是这么来的 我们把见识放下了 六道就没有了 梦醒了 梦醒了是什么境界呢 死神发现 梦中是会土 是染物 醒悟过来是清净 是净土 就是生闻原教 菩萨佛 这个境界显现 这个境界还不是真的 还是在做梦 我们六道是梦中之梦 净土 四神发现 怎么形成的 是其心动念 分别造成的 我们能不分别了 不其心不动念了 这四神发现不见了 假的 不是真的 又出现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叫 一真发现 真的不是假的 真假 标准是什么 假的是会变的 真的是不变的 所以 祝福是暴徒 永远不会变 那为什么不变 它没有分别之处 分别之处是实 有分别之处就会变 所以 静随心传 现在科学家提出 一心控物 心可以控制物质现象 这把原理找出来了 设法机 因为它用心意识 所以它会变 一真发现 不用心意识 转八十乘四支 随时暴徒里面的人 没有八十 它叫四支菩提 转阿赖耶为大圆进之 转莫纳时为平等性之 转第六意识 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 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 变成它什么 变成它的神通妙幽 它以四支菩提 印 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之感 众生有感 它就有印 它印是用四支菩提来印 印一什么神得度 就现什么神 应用什么方法 来教你 就用什么方法 现身没有一定 说法也没有一定 活的 活活活活活活 这是妙用啊 这是一阵法界 那么在一阵法界里头 还有四十一个阶级 这四十一个阶级 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无 你可别执着 执着就错了 执着到不了这个境界 不能执着 随着实践 它自然就没有了 完全断经了 这就是无事无名习期 完全断经了 就回归到妙觉了 回归妙觉 冷言经上一句话 圆满不体 归无所得 你所得到的 全是自信的本有 好好的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